那我们说这个背井离乡这个词呢 现在就是指我们说离开故乡 但是这里呢 王老师一定要提醒一下在场的各位同学啊 我们这个井不是指的是水井 这个指的是一个专有的历史名词 就是井田制 因为在最开始的这个土地制度呢 就是把这个土地画成一个井字 中间是宫田 周边这八家呢 就是丝田的邻居 所以说我们当时的古人 就是在这个田地上彼此的生存 那如果你离开家乡 就指的是离开了这个井 那么其实井呢 为什么我们都会对它特别有感情 就因为在古代 它是人们饮水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所以对它有很多的意象 所以说大家对它也有很多的误解 比如说李白的那个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那其实这个床 不是我们睡的床 就是井边上那个围栏 不是说他站在床上 看到床前有明月光 真的长齐齐还猜到这个节目